完整接種兩劑疫苗滿14天 仍然確診者被稱為突破性感染個案 指揮中心指出 目前臺灣有9例 他們接種的兩劑都是AZ疫苗 也因為Delta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多個國家陸續出現了突破性感染個案 國內公衛專家分析以色列最新研究發現 完整接種兩劑輝瑞疫苗 在一百四十六天之後 保護力會明顯地大幅下降 而且年齡越大 風險越高 在臺電群聚感染案中 有一名確診者是懷有八個月生孕的孕婦 已經接種過兩劑莫德納疫苗 疑似是國內第一起突破性感染個案 也就是接種過兩劑疫苗滿十四天 仍然確診 但指揮中心澄清 這一名孕婦還不算完整接種疫苗 發言人莊仁香同時指出目前國內突破性感染案例共有九例 他們接種的新冠疫苗兩劑都是AZ 而且超過了十四天 其中三例是英國Alpha變異株 五例的CT值大於三十 疫苗突破率大約是百分之零點零零一三 有鑑於Delta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再度引爆多國疫情流行 也陸續出現完整接種兩劑疫苗仍然染疫的個案 國內公衛專家分析以色列最新研究發現完整接種兩劑 輝瑞疫苗後超過一百四十六天 保護力就會明顯的大幅下降 而且年齡越大風險越高 在部分年齡層的部分 原本是大概二點四左右 然後在施打一百四十六天以內的話 則是只有1%左右 風險倍數也是隨著年齡別而持續的上升 可以看到在18到39歲這個族群原本是 在冰島有高達九成的民眾接種疫苗 但最近發現當地本土確診個案多為疫苗突破性個案 染疫比例以接種嬌生最多 其次是AZ 輝瑞以及莫德納 而且多為二十到三十九歲的年輕人 他們有七成接種過嬌生疫苗 因此冰島政府將對嬌生疫苗施打者 最佳施打MRNA疫苗加強劑 來預防Delta變種病毒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